歡迎繼續鎖定 時事點不一樣 來看到是俄烏的戰火 烏克蘭再度的派出了 王牌的部隊 前往哈爾科夫作戰了 再加上美國製造的 這高精度炸彈 說是成功的命中了 俄軍在庫斯克 這個地區的指揮所 另外俄軍在黑海 同樣是損失慘重 港口邊警鄰大座 畫面中慘遭大火吞噬的是 一艘滿載30個燃油箱的 俄羅斯渡輪 大火中還伴隨著爆炸聲 這艘渡輪當時就停在 俄羅斯克拉斯諾達 連接克里米亞的 高加索港地區 卻在22號下午 遭烏克蘭海王星飛彈 命中沉入海中 目前還有兩名船員 下落不明 而同一天 俄羅斯南部福爾加格勒 也有許多開車的民眾 募集濃煙飄散 原來是當地的馬里 諾夫卡軍機場 遭到無人機鎖定 衛星照片拍下 機場上有好幾個 剛置機棚嚴重回損 至少一架蘇34戰機被炸爛 烏克蘭多線攻擊也摧毀 惡控烏南地區 設置在黑海的一個彈藥庫 至於先前遭烏克蘭無人機攻擊的 俄國羅斯托夫油草 燒了五天五夜都還沒撲滅 火石大盜 連太空的衛星都看得見 烏克蘭第三突擊率 八月同步在哈爾科夫州展開新的反擊 另外烏軍也證實 使用美製高精度GBU-39炸彈 炸毀俄軍在庫斯克地區的指揮所 先前老神在在出訪的普京 終於召開新的視訊會議 他指控烏克蘭試圖攻擊 庫斯克核電站 除此之外其他官員的報告 顯得避重就輕 沒有提及究竟多少領土被占據 先前包含CNN在內的外媒記者 曾進入庫斯克採訪 現在俄羅斯說要對他們提起 刑事訴訟 不過烏克蘭理都不理 照樣派另一組記者入內採訪 還有參與庫斯克行動的烏克蘭第82空中突襲旅 受訪談作戰過程 說今眼看到俄軍不堪一擊 俄羅斯現在開始在庫斯克地區搭建混泥土臨時避難所 但媒體上大肆播放的卻是高調慶祝俄羅斯國旗日的鏡頭 在這裡彷彿另一個平行時空 感受不出俄羅斯境內戰火升溫 相比之下烏克蘭總統 責倫斯基除了挺進邊境蘇梅地區瞭解戰況 又馬不停蹄接待首度來訪的印度總理莫迪 這是俄烏戰爭以來莫迪首次到訪 他一見到責倫斯基就送上大擁抱 還親切搭著責倫斯基的肩膀一起觀看 各種俄羅斯在戰場中的罪行 莫迪是單純當調停人 還是對親俄立場出現動搖 成為觀察重點 我們在聽說 所有問題都會在桌上 這可以跟環境 這可以跟環境 和平方的關係 烏克蘭得確保國際力量堅定支持 因為烏東的戰場仍陷入膠著 烏克蘭再度呼籲波克羅夫斯克的居民 趕緊撤離 以防俄羅斯朝這裡 快速逼近 月新聞 宋佛島 至於中東的局勢 不久前夜門胡塞組織不是才宣布嗎 說在鴻海集成了兩艘船 那麼避免中東的戰火爆發 好 我們看到美國的包含林肯號 以及羅斯福號 雙航母都部署在中東 印著白色星條徽章的戰鬥機 在甲板上蓄勢待發 這是美國林肯號航空母艦 搭載的F-35C以及FA-18戰鬥機 整個打擊群部署在美國中央司令部 位在中東的作戰區域 不久前夜門胡塞組織才宣布 他們又在鴻海區域集成兩艘船 美國派出林肯號跟已經部署在中東的羅斯福號 組成雙航母戰鬥群 要對親伊朗民兵還有伊朗帶來威嚇作用 林肯號是第一艘部署F-35C艦載戰鬥機的美國超級航空母艦 攻擊能力也更強 船上還有搭載RIM-7海麻雀飛彈 RIM-116滾體飛彈 防震進程防禦系統等裝備 另外鱷海二級核潛艇喬治亞號 以及美國空軍的F-22戰鬥機中隊 也被派到當地駐鎮 不過美國大動作配置核艦艇 卻也掀起軍事專家討論 必要時候到底來不來得及協防以色列 8月初伊朗先放話 要在24到48小時內就攻擊以色列 根據推測 林肯號當時應該在關島附近海域 還得在沒有其他任務狀態下 才能如期在8月下旬抵達中東 如果真的開打 林肯號還來得及幫忙嗎 另外伊朗會以什麼方式報復以色列 還是一團迷 如果中東所有親伊朗民兵 要和美國與以色列打持久戰 後勤不計和消耗的軍事成本 不只美國吃不消 也可能讓其他需要美國軍艦 護衛的地區出現防禦真空 此時以色列還在與真主黨糾纏 雙方打來打去 嚇跑大量遊客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高級飯店 餐廳高級泳池幾乎空無一人 觀光業者說他們就快撐不下去 更不用說已經無法住人的加薩地區 週四加薩北部一處民宅遭以色列空襲炸毀 有11人不幸罹難 根據CNN報導 包括美國CIA局長在內 各方重要層級談判代表 週五才會抵達開羅繼續會談 目前談判癥結 仍卡在以色列軍隊是否該撤出緩衝區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持續炮轟聯合國 到現在都沒譴責哈馬斯作為 而美國則呼籲各方支持過渡協議 能盡速達成停火 減少無辜百姓的傷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